你好 欢迎收看5月26号的关天下新闻 我是玉威 平溪区时分的成安公妈祖庙 在每月初一15这两天 靠军仪式结束后 周五都会广邀社区长者前来共餐 而且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进行 今天的共餐经费是由关天下 有限电视公司赞助 和当地老人家伯甘情 一起来享用丰盛的爱心午餐 今天是农历初一 也是十分成安公的共餐日 附近的银法族志工们 一大早就来到庙里进行餐浅准备 共餐活动让地方上的老人家们 欢喜聚在一起 而关天下有限电视公司 为了回馈乡里走入社区 特别赞助了成安公这次的共餐经费 让庙方相当感动 而这次也不是关天下第一次来赞助 也看得出来 关天下对于地方的公益不遗余力 每次来到这边 我们就感觉是像回到家里 一样那跟老人跟地方人士互动 那今天也特别邀请到 林一齐议员还有区长来一起来参与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活动 也可以让更多的地方认识我们关天下 也可以跟地方的人士做多一些互动 为感谢关天下有限电视公司的付出 成安公也特别颁赞感谢状 平息区区长陈胜聪及市议员林一齐也一同来共享盛举 而成安公早在十几年前就推广老人共餐 而共餐经费都是由各地信众 这次由有限电视捐赠经费 那我知道周总对于我们地方 照顾非常不遗余力 只要听到有一些弱势的 不管那个收视户 他都直接去服务他 那另外来说关天下的服务团队非常好 那只要有报酬的话 非常迅速就解决 那我觉得这是要给关天下 给他打破 关天下有限电视公司总经理表示 参与全安公共餐已经好几次 妙方热情邀约 也让地方电视台收入社区 关心地方长者和民众保甘检 解诚威 平溪采访报道